你敢相信吗 这个三岁的孩子 竟然独自在森林里走了一天一夜 他边哭边找妈妈 却始终没人回应 直到筋疲力尽倒在地上 此时的森林深处 女孩一人待在车内 她的父母先去前方侦探道路 无聊的她选择在车里睡上一觉 然而女孩不知道的是 危险正向她一步步紧逼 只见两个壮男向车子靠近 看见正在熟睡的女孩 他们内心瞬间波涛汹涌 迫不及待地上前敲响车窗 把女孩给吵醒 等女孩醒来 并非是自己的父母 而是两个陌生人 并且从外表上看不像是什么好人 这让女孩内心无比忐忑 尽可能地离车窗远一些 但外面的黄毛 就跟疯狗似的贴在车窗上 朝着女孩狂吠 这可把女孩给吓坏了 连忙按响汽车喇叭 召唤自己的父母 殊不知 她这一举动 不仅惊动了父母 也惊动了刚离开的大胡子 因此大胡子又折了回来 看黄毛办事不力 她感到非常的气愤 再加上烦躁的喇叭声 更是让她拿出一把枪 瞄准了女孩的头 威胁她立马下车 要是不乖乖听话的话 那就打爆她的头 心生畏惧的女孩 不敢反抗 只能乖乖照做 而这边 父母在听到喇叭声后 也顿感不妙 于是就把刚会走路的孩子 交给了妻子 她先跑回停车子的地方 看一下女儿的情况 再看到父亲出现的那一刻 女孩就跟看到了救星一样 哭喊着父亲 父亲还没过上两招 就被打翻在地 这时 母亲也抱着小儿子来到了帐篷处 在把小儿子安顿好之后 也快速地跑向停的位置 看到自己的丈夫 被打得趴在地上 不知是死是活 而女儿也被对方给控制起来 她也顾不上那么多 发了疯地冲上去 扑倒了其中一个 并大声喊着 让女儿赶紧跑 可还没跑两步 大胡子便拿起枪扣动了扳机 虽然没瞄着人打 但也把女孩吓得 不敢有下一步动作 并且大胡子也威胁到 如果她再敢有逃跑的念头 下一枪就在了她父亲的身上 就这样 一家三口 被两名歹徒给绑了起来 就连手机也给没收了 为了防止被人发现 他们被二人带进了丛林深处 对于这样惨无人觉的做法 对于这两个变态来说 就是一种愉悦 很快小女孩就没了生命 但就在黄毛翻看手机的时候 她从橡库中看到 俩人竟然还有一个小宝宝 于是 大胡子来到女人跟前质问她 把孩子藏到哪里了 可他们终究还是小看了这对父母 虽然他们也怕死 但为了自己的孩子死又有何惧 因此 大胡子把两人分别绑在了两棵树上 并把一个一拉罐放在男人的头上 由于身体的本能 她一直不能地颤抖 从而一拉罐掉了下来 而黄毛也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开枪打爆了她的头 这样一旁的妻子看着很是痛心 她拼命地想要挣脱 但根本无济于事 还不容她再多挣扎 黄毛再次开枪 打在了女人的胸膛 让她和她的丈夫以及小女儿 到另一个世界团聚了 在解决完三个人之后 就满丛林地寻找 最后终于找了她们的帐篷 可打开一看 里面空空如也 根本就没有小宝宝 难道小宝宝被附近的野兽给叼走了吗 其实不然 原来小宝宝醒来后 发现父母没有在身边 她竟然一个人大胆地走了出去 边哭边找自己的妈妈 可年幼无知的她 活海不知道 她的父母已经被人杀害 也就在这时 又有一对小情侣来这野营 而阿宁也刚好路过小宝宝走的这段路 只可惜她走得太过专注 根本没发现身后的孩子 就这样小宝宝错失了最佳的救援机会 要知道 这么点的小孩在丛林深处 那无疑就是死路一条 很快 阿宁就来到了男友大力这里 由于路不好走 不小心轮胎扎爆了 阿宁想上前帮忙 男友这时却说自己口渴 于是 阿宁只能再返回去拿水 不知这次 阿宁能否看到刚才擦身而过的小宝宝 好在苍天有眼 终究还是看到了 她连忙大声呼叫男友 这让修车的大力 还以为女友出了什么事 赶紧循着声音跑去 只见地上躺着一个浑身世上 已经晕过去的孩子 大力上前查看 发现孩子病大爱 于是好心的他们 决定先把孩子给抱回去再说 毕竟就在这躺着 也实在不安全 在返回的途中 这对小情侣还十分纳闷 这是谁家的孩子 父母竟然这么粗心大意 把孩子丢在了这里 无奈之下 两人就想着 先带孩子到医院检查一下再说 可现在头疼的是车胎爆了 于是 她就想着 先到之前那对夫妇的车上看一下 然而 找来找去 也只找见了一个寂寞 根本就没有钥匙 就在这时 黄毛开车停在了他们面前 还装作一脸好心的样子上前询问 遇到了什么难题 小情侣本以为对方也是好人 因此 没有任何防备地 将捡到一个小孩子的事情告诉了对方 黄毛听后 连忙上前查看 果然和照片上的孩子长得一模一样 于是 她装作非常关心的样子 问孩子的情况 嘴上这么说 脑子却在快速地运转 紧接着她就说道 这丛林里经常会有野兽出没 很有可能孩子的父母遭到了危险 所以 黄毛提议 让大力陪她一同到山里找找 而大力想都没想都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黄毛带着她前往了丛林深处 而阿宁则留下来照顾小宝宝 可俩人此时还不知道的是 危险已经来到他们的身边 等到了一处空旷地方 大力瞬间就傻眼了 只见树上绑着一个人 一看就知道已经死了 而黄毛也是傻眼了 现在树上只绑着男人的尸体 女人的尸体却不见了 她开始变得抓耳挠腮 当时自己明明都打死了 怎么可能会有漏网之余 于是 她顺着血迹寻找女人的踪迹 果然在不远处 看到了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女人 大力见状 连忙上前查看情况 而女人说出的第一句话 就是先问自己的孩子好吗 另一边 大胡子也已经开车 来到阿宁这里 看到又有人到来 阿宁还心想 这下好了 又多了一个帮手 殊不知 这是敌方的帮手 大力在听到这个母亲问的问题后 激动地回答道 孩子很好 没有危险 可一下秒 一声枪响 女人彻底离开了人世 这边 山下的阿宁和大胡子 也听到了枪的声音 看来事情已经暴露 随后 大胡子便返回车里 拿出了一把枪 这让阿宁终于意识到 自己面前 这哪是什么帮手 而是妥妥的凶手 吓得阿宁 连忙躲进车里 大胡子 则不紧不慢地来到车窗前 并示意女人躲开一点 于是 她上去就把车窗给砸碎了 阿宁连忙从包里翻东西 趁大胡子不注意的时候 上去就给了她一刀 这一下 造成的伤害还不小 大胡子也顾不上阿宁了 赶忙为自己包扎伤口 而阿宁也趁机抱着孩子 逃到了丛林里 大胡子此时 感到非常的愤怒 打开狗笼 让其追杀 另一边的大力 已经被吓傻了 就在黄毛洋洋得意的时候 大力突然起身发力 把对方扑倒在地 然后也趁机逃走 等黄毛再起身瞄准的时候 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这可把她气得直跺脚 就这样 四人在丛林深处 玩起了猫抓老鼠的游戏 大力跑得筋疲力尽 躲在一个小土堆下面 而黄毛还在环顾四周 就在这时 一个人迎闪过 她不假思索 直接开枪射击 就在黄毛以为抓到的时候 走近一看 躺在地上的竟然是大胡子 她瞬间感到有些气急败坏 也不停地向大胡子懊悔 可就在这时 孩子的哭声 引起了黄毛的注意 随后她便循着声音 跑去 这边阿宁也是求爷爷 告奶奶的让怀里的宝宝不要再哭 但就在她刚哄好孩子的时候 黄毛已经拿着枪 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就这样 阿宁再一次被抓住 并把她带到了大胡子身边 黄毛上前查看了她的伤势 可孩子却又哭闹了起来 这让黄毛瞬间就炸了毛了 气急败坏的 就扑了上去 想要把她怀里的孩子给抢过来 但阿宁身为一个女人 骨子里有一个母亲的责任 所以说什么都不肯交出孩子 嘴里还不停地叫着男友的名字 让他来救自己 可男友现在非常的胆怯 根本露头 最后 孩子还是被黄毛给硬生生地夺了过去 并摔在地上 也不知道有没有大爱 而大胡子现在彼此还要痛苦 所以祈求和黄毛给自己一个痛快 看着昔日的伙伴 黄毛最终还是咬牙扣动了扳机 现在 唯一能替大胡子做的就是 把大力引出来给大胡子报仇 于是 就把阿宁给吊了起来 不幸男友不出来 此刻大力已经逃到了车里 在经过痛苦挣扎后 大力还是开着车离开了 而正在折磨阿宁的黄毛 也听到了不远处的车声 他知道 如果就这样让大力逃走的话 那他的事情肯定会暴露 因此就带阿宁想要去追 然而在路过刚才的地方时 却没发现孩子的身影 这让阿宁以为是被男友给救走了 在黄毛开车追赶的时候 嘴上还不停地羞辱大力 一点都不像的男人 竟然抛下女友自己逃跑了 对此 阿宁却出口反驳说 自己男友不会是那样的人 他一定会来救自己的 说着说着 他突然握紧方向盘 使汽车撞在了树上 而这时的大力已经逃了出去 他先是来到了警局报警 然后跟随警察又折返了回去 在半道上 就看到了已经被撞毁的车辆 两名警察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 结果还没走到跟前 就被黄毛给袭击了 他早已料到会有人来逮捕自己 所以他事先找到了地方藏起来 趁其不备的时候 一举拿下 大力见状又想着赶紧开车逃离 然而 这次黄毛并没有给他机会 一枪打在了他的腿上 就在准备将其解决的时候 阿宁大胆地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没有像男友那般耸包的 不敢站出来 反而表示道 现在他们俩人都受伤了 能开车的只有自己 如果想要逃离这个地上 那就必须由他开车 并且不能伤男友分毫 听到这些也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先忍气吞声 让阿宁开车带他先离开这个地方 等逃出去了 再将其解决也不是不行 反正枪在手 也不怕他们能整出什么幺蛾子 然而 阿宁也十分清楚黄毛是怎么想的 所以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 直接就把车给开翻了 但不得不说 三人命都还挺硬 翻成这样都没生命危险 重伤的黄毛第一个下车 而他第一件事就是想要去捡枪 紧接着下车的阿宁 连忙把关动车门 将其拦了下来 并捡起一旁的石头 朝黄毛狠狠地砸了下去 一下 两下 三下 直到咽了气为止 而阿宁和男友也终于逃脱魔掌 活了下来 《杀戮场》上映于2016年 是一部澳大利亚拍摄的惊悚 恐怖片 全程充满了杀戮 简直不知道人心二字怎么写 所以通过此影片也要提醒广大朋友 出门在外 一定要多加小心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更加需要有所防备 如果真的事情发生了 那连后悔都来不及 对此小伙伴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如有想法的 就到评论区里留言吧 让我们大家积极地讨论起来 这次我们就到这里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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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